這些是什麼 這個東西做了的話 可以吸引了 更進來沒有 他說所有的東西都是為了老家 這個稻草雜的嘛 是老家 然後玩的最高興是誰 那些老家 這三個都非常沒了 然後好像有一兩位給人家 這也差不多六七年前 就是說 這就是會影像資料 當你看 現在我要跟你講這不是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一張照片的一個補充 如果沒有這張照片 如果沒有這張照片 我跟妳講 有三個老人家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一直抽象 沒辦法去想像到那是什麼東西 有三個老人家 是不是 那個影像馬上就出來 所以影像也是一種紀錄 然後這是另外一種 我要跟大家講是說 先 就是先看自己有什麼能力 今天不是說你明明就是 不是帶你去使用文字的 然後逼著自己一定要寫出一個文字的東西 那你明明就是一個像這個會 你明明是一個會畫的 我相信這裡面應該有人選文畫 你明明是一個會畫的 你為什麼不用畫的方式去表達一些紀錄的東西 像在這個那個 之前我媽在講進度的 她是一個那個 那種文章話 完全兩位 一位寫文字 一位畫插畫 然後就是比如說我挑這個 挑這家店 然後這位文字的就是去採訪 去採訪 其他也可以拍照 可是他就是要用這個會能的方式 有沒有 有沒有 文字 文字的這個短片寫完之後 然後這個會文的 比如說不管是看這文字裡面 或者他自己也去 其實他不是他的付出 他們兩個有同樣的孤立的體會 他文字有非常多文字的身份 可是應該這種東西畫起來 當然照片也可以畫 可是他有他的圍照在 所以我意思是說 不管文字 不管單純的影像 甚至到繪畫都是 所以我想說這有幾個東西 你可以先去想 你要從哪個角度切進去 寫文字 再往後再寫文字 放照片 然後放一些簡單的文字 簡單的敘述 甚至你都可以用繪畫文字 去把東西放到上面去 所以我意思是說 當你要去講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有太多的東西 在你那裡 你可以很自由的去運用它 我必保在那邊說 我今天開始要打一個 五百隻的腦子 然後一邊兩個招 不必啊 真的很不必啊 我覺得當你自己都沒有被 你都沒有掌管了 你也必保自己綁死 你就很自由的用 最擅長的方式 你覺得最能傳達物質 改成的東西 去把它被轉圍出去 好 然後進來就比較 其實主要這都是一些觀念 我覺得 那不是說你要配起來的東西 那就是觀念 好 然後 我覺得大家在寫東西的時候 其實 嗯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 大家就不管說大家寫文字 就說我幫我幫他看 我覺得每個寫都很好 然後我一直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 其實有時候 你這些東西在你平台的時候 我比我懂 可是 可是問題是當你一開始寫的時候 你的感情更滿 為什麼 像媽媽在想 我相信媽媽在跟那個小朋友講話 講那個沒有 沒有媽媽在講 媽媽在跟小朋友講話的 語氣跟所謂的方式 跟媽媽在跟一位先生 或者是別人在講話 那就是不一樣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當你開始要去寫 表達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 你當然可以有你很複雜的情緒 可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先 先去想一下 你這個東西 是想寫誰來的 比如說你要規圈自己的 男朋友 女朋友 不要規圈 那可以寫給自己男朋友 你不可以寫的 寫給一般大眾一樣 什麼 什麼 我覺得那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 第一就是說 你先搞清楚你要給哪一個對象 不管是寫給官員的 告訴社會大眾 當你要去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 先把你的對象先想清楚 然後 去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禪述 你可能是官員 那有時候 可能就寫給官員 可能罵人家多罵 然後寫給你的 寫給你的是什麼 線索 線索 當你在寫一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 就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很多被他會在上面找一些 他覺得應該可以去追 去報告 當你沒拿線索之後 他不知道怎麼寫 你開始寫什麼 在一個山裡面 然後 然後有一群人 然後 你去幫忙一個小朋友 然後 這樣針針鳥 所以你寫完的第一個記者 是在哪 是在什麼地方 然後上面裡面 就是原諾的房子 所以 所以 我的意思是當你寫給不同的對象的時候 你必須要思考 你到底要散發方式 你寫給官員 寫給官員 他可能可以 有些政策的附達 比如說 那個 去年的米出問題 那你去寫 我這樣的米 對於農業很傷 如果沒有這個 農業的補足的話 他們肯定也都沒辦法做 你再講 是讓這些官員照著 該去幫忙這些 那你對記者的研究 就寫另外一種 是這些出米 什麼台湾天去想這些米 然後 什麼什麼美根他們想 想完 你都濕了都爛了這樣 那對記者的研究 他覺得 這個很可憐 該去報告 所以 就不同的一件事情 你要寫給 你的心理的對象是誰 齁 就 那 這個東西我講是比較公義 就是說 基本上你是有問題 因為你是想要 去告訴這些 可能 有做為有抉擇的人 去做 做一個什麼樣的 反應出來 然後來幫助 可是我必須講一下 這個東西其實它 不多 其實有時候 像大家在寫的東西的時候 最重要是 心理這樣 其實大家一方面 出去發現 你大概後面的主題 不太敢說 去處理到很多 其實 你可能是 不管是自己 可能有一個什麼社團的聚會 或者自己去出國去旅遊 或者等等等等 你可不可以多到很多這樣的東西 其實 你不用說 非得要把寫成米 你就記住說 這一樣的東西能感動 還有誰也可以說 你去找這群人 去寫給這群人看 你就可以去成為社群 是不是 你對花有興趣的人 有種花 或者是 哪邊有很漂亮的甜蜜 你去寫出來 大家來共同一個地方 你對於一些老婆子 有興趣的人 你去把他寫出來 然後去 去講他的意思 然後也會寫一些 喜歡找老婆的人 然後共同來幫忙 這個地方 心靈相互的人 不見得說 所有事情就是說 要拆了 所以你會給你 請他不要拆 然後我就叫你自己來 來幫忙 不一定 就是心靈相互 然後很多東西 只是一個幾乎 就像比如說 我今天課程 就是大家拍張照片 拍張照片就留下來 你過個一年 你會去想 誒 之前我們有去 來上一個什麼什麼 往去寫什麼 你再去看看那照片的時候 他就一個 他就一個記錄感 他就一個記錄感 所以有時候 寫東西的時候 當然一個對象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說 我必說 一直就是覺得說 自己寫了一篇文章 是誰一定看到 就是做什麼事情 就是那個心靈相互的 然後 然後 想到說什麼 其實東西很多 那 我覺得說 其實 嗯 不管是寫 部落跟後現在的FB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我現在實在是比較喜歡說 經過短銷 就不要太長 你一個一個大故事 你可以跟著 好幾篇 甚至於好幾個 好幾個 好幾個 就是 一篇文章 或一個照片 就是講一件事情 慢慢感覺都會喜歡 那除外說 有一些東西 你只覺得說 他彼此是比較完整或比較長 你也可以慢慢把它寫 而盡量有一個習慣就是說 就是把一個議題 就是翻住你 不管是一個文章 或是什麼裡面 它就是只有兩個 或是三個 你要數據的東西 不用讓它炸顯 它會想像中 不是說不行 而是說 這樣的話 你會讓人家跟你說 你到底想要講什麼 就像有些時候 像我們大 其實我們在跟人家討論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討論 很清楚啊 我覺得今天就是要跟你討論 討論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跟你這樣講 你就很清楚 然後跟你講什麼 或者我今天來 到底是什麼 可是小朋友 為什麼這小朋友 你就覺得很貴重 因為他拉拉拉 從昨天的事情 講到今天 然後還有今天也一起講 那你就不知道說 他的重點到底是什麼 或者他心理現在到底是什麼 我想這是 不一樣的差別 那 同樣的如果是我們的話 實際說 可以把那個東西 比較單純的話 或者我現在說 站立的是什麼 或是用大家注意的是什麼 來講清楚 這個東西是比較 其實在寫東西的時候 其實一樣的問題就是說 你是要 批判一件事情 以後說 我這是比較一體型的東西 你是要指責這個事情不對 還是說你要找 當然不是這樣寫 這是蠻難的 這是指責在那個 在那個行動上去寫一點 那你這個東西 比如說現在 雨在那個 颱風下來 就 這個障礙出現了 那你開始批評 這些建設是有問題的 這是所謂的批判 批評或批判 去想這事情 什麼 什麼 那一種是怎樣 可能就是說 你要想到說 從你自己周邊做起 是不是說 是不是有興趣說 可能 是不是說 有興趣 然後我們可以 在這個社區裡面 我們來清那個 所謂的 排水口 或者我們 像在廚子裡面 我們可以處於一個 抽搐機的那一種 所謂選手隊 那就是一個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 一種是 你對這事情 你有什麼樣的感法 你覺得 應該怎麼該怎麼做 那是所謂的 批判的方式 你要批評的方式 那一種就是說 我是想要找同伴 一起來解決這個事情 齁 所以 不一樣的分野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寫東西的時候 或者說你 包括照片其實 很多的照片 像這個 像這兩張照片 其實 你看這兩張照片 不一樣的 你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很明顯 他就是在罵死 這樣很直接 你絕對不會說 寫這東西 然後好像在 這個 不管是先掌 或在罵便掌 或什麼 它是會站在一起 那這張照片意思是什麼 其實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的感覺是什麼 好多人在這裡 就是 甚至於是說 下一次 這麼多人關心這個事情 我是不是 也會去參加 真的就是招牌 真的招牌 通過相片 其實他有 就有不同的一個 作用或意義在 在呈現過他 有大的作用意義在 齁 比性化感性 齁 就是說 像比如說 一場會議 一場會議 你必須要把 A委員 B委員講什麼 爭執點在哪裡 那一場好像是 綠是在對面一樣 把所有東西很條件的 寫來很清楚 真 真子點或是什麼 或在哪裡 那一種沒有 就是比如說這紅香 它傷心很多人 好 那這個東西 不見得是理性 可是它就是讓人 才知道在現場 氣氛是什麼 包括以後你再寫一個 不管是活動或是什麼 你可能必須把這活動的 目的訴求 寫清楚 有人支持的理由是什麼 有人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這是選擇 比較理性正義的 那這裡面 很多 很多老人家取得拍子 然後就站在那邊 就站了一個小時 這就是感性 然後很多小朋友 然後也來參加 這就是感性 所以 當你在 所謂的環境數學的時候 其實這不是說寫 而是說 在講的東西的時候 也就是你在心裡 還要觀察的東西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當你要去寫 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呈現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意味著 反過來說 你在現場 你也需要注意這個事情 當你要寫一個 理性的東西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要的東西 完全聽完 很完全聽完 然後去想它 它跟它的意見 為什麼不一樣 然後 它跟它的意見 又有什麼差異 你再去寫這個東西 你再蠻清楚 然後就繳在一起 然後明明三個意見 是不一樣的 然後被一寫 或三個意見都不一樣 那就不覺得有問題 那感性的是什麼 你可能是除了天之外 你要開始去看 有些東西像 這種所謂 說話的理由的 就是用癮的嘛 可是有一些感性的東西 那個我才沒有講話 他就站在旁邊 他一句話都沒有講 可是問題是 你去想一件事情 一個人 站在旁邊一直在旁邊 是不是光那個東西 就讓你記得 不管說它為了什麼傷心 是不是那個 那就會出動人的那種 不管是撤離你自信 或者是情感的那一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在寫 所謂不管是寫或拍這個東西 就是什麼 其實反過來就是 在圓頭的地方 你就必須要去觀察這些東西 不管是透過很多的 眼睛看 你回來你才會有 東西可行 而不是說 一個東西再發生 然後去放個兩隻種 然後突然要回來寫 到底在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你沒有關照 或者 你沒有去 很快的去想說 你今天到底為了什麼而來 這個東西 今天這個東西 你是想要去把它理由寫清楚 還是你要去寫這樣一個寫 我就比如說那個803.5 什麼白色 白色那個獅子 有一些東西 我出去吃的話 就是那個景象就很悍 就很感激 像大家都覺得 我今天那個 那舉手機滿現代化 是真的